台湾的音乐类型多元丰富 网络兴起让创作人有更多音乐发表空间 有一个网络音乐平台还举办大团诞生活动 每个月甄选曲风独特的创作乐团 直接在Lifehouse开唱 五年累计下来培育了很多乐团 像是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光影琴 精英创作奖得主汪于军语时间乐团 还有像是Hush 那我懂你意思了等等乐团 大团诞生挖掘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 为台湾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声音 光影琴 大象语操 王于居与时间乐队 这些金曲金英奖得主的共通点 都是来自音乐频道举办的大团诞生征选活动 汇聚了各种不同音乐的类型 展现出台湾多元的创作风貌 我觉得有趣 我也觉得这环境需要做一点声音 那你也的确超出了那个基本美学的门槛 我们就会选 但是这三四年来 其实出现了很多电子音乐组合 以前我们对电子音乐的认知大部分都是DJ 要不然就是一个人 但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以团为主的电子音乐组合 介绍新的音乐风景用便宜票价吸引年轻的观众进场 大团诞生希望让不同的声音有被听见的机会 我们希望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就接触到事实上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 那是一个对于每个人在长大的过程中 形塑价值观跟美学很重要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能让学生在 比如说高中时期 大学时期 就开始接触到这些事情 他未必喜欢 他未必听懂的 可是这些东西等于像是植物一个种子 他心里头 他慢慢摸索 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不只在台湾 大团诞生也已前进香港开唱 让不同地区的创作者 透过音乐相互切磋交流 最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香港组合 大陆组合 澳门组合 也会把歌放在Stream World上 所以现在Stream World上的竞争 变得非常激烈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感觉 就当那个竞争激烈的时候 大家就会被刺激到 那我觉得引入各国的这些能量来说 对台湾的创作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大团诞生让观众听见 台湾多元丰富的音乐创作 以及不同风格的可能性 他也可能会有在想 如果动作品变得更好 上次传统合 下来 然后双手打开 转以前确定自己还存在 然后再跳起来 把一拔一拔一拔 我希望你的确定我的存在 达达达达达 达达达达达达 达达达达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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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感谢观看